夏季拿货攻略来了 上衣下衣4比1 小衫主要卖设计 裤装主打休闲类 牛仔12只请谨慎 连衣裙套装无配搭 建议占比10比3 基础T恤无特色 经典款式 一两个 注意这里说的是件装 不是款式 每10件衣服里面 6个上衣4条裤子 大概就是这个配比 小衫不要再拿很多基础款了 基础款外面可以套马甲外套之类的 是可以配搭的去卖的 但是夏天的小衫 它是要单穿 所以更多时尚的顾客 也是会要求特别一点 裤装主打休闲类 牛仔12只请谨慎 牛仔裤是春秋季的畅销品 随着夏季天气越来越热 大家会对牛仔这个面料 持取兴趣 我们下半身的裤装 将会从牛仔 慢慢的转变成一些 舒适的清凉的这种面料了 比如说就像这种 能穿整个夏季 所以说这种品类的裤子 它会比牛仔更好出一些 那如果你家的牛仔裤 是必备款的 那么大家在选择牛仔裤的厚度的时候 不要选择12只以上的 支数越大 它就越薄 夏季天气面料就是16只 12只它就是正常的 春秋天的一些 夏季穿面料比较厚了 连衣裙套装 它的占比10比3 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店主 他不想背脑子去做配搭 他夏天会主做连衣裙和套装 这样也没有错 但是实体第二个线上相比 我们的优势在于配搭呀 一件连衣裙和的套装 从头到脚一件搞定 它是无法体现出来老板娘的配搭的能力的 它也不好去做连带啊 所以你如果做的快时尚定位 我建议套装和连衣裙 占到店铺的30%就可以了 很多老板在主货的时候 觉得亮色的不敢拿 有设计款的太偷人 就去拿很多基础款 那像夏天的基础款 它是没办法去叠穿的 所以像这种基础款的大批序 大家一定不要拿太多 找两三个款 经典的舒适的包容性大的就可以了 如果你这种款式占店铺的配比太多 顾客会觉得整个店毫无特色 普普通通 怎么样学会了吗 我是大姐开口店 记得关注 就很容易够了 我把这种铺的推出 我把这种铺带的推出 在外面的推出 每个铺带的推出